台中有一名48歲的陳姓男子 他晚上在娃娃機店前面 又喝了酒 酒意一上來 以為旁邊的人在瞪他 氣沖沖的上前 揮了人家兩拳 監視器拍下 夾娃娃機店前 一名男子突然怒氣沖沖 朝眼前的人揮了一拳 旁邊的朋友趕緊上前制止 他說朋友吵架沒事 蛤 啊冷咧 有沒有打叫 警方到場 打人的男子已經離開 只剩下一名 臉部有傷的二十七歲 詹姓男子 事發地點就在台中南屯區 這間娃娃機店前 四號深夜十一點多 兩名男子在門口爆發了衝突 警方出動快打部隊到場 把雙方還在場的友人 陳戴回警局釐清案情 打人的陳姓犯嫌因喝酒罪 誤以為正在和朋友聊天的蟑螂 有瞪他且出言不遜 現歲上前毆打蟑螂兩拳 調查發現四十八歲的陳姓男子 因為喝了酒 酒意一上來 以為對方在瞪他 火冒三丈 動手揮拳 事後雙方以五千元和解沒有提告 但最後還是被警方依設違法懲處 記者方平文 江志南 台中報導